如果我是原神世界里的法官 那我一定会给以下三位角色犯罪 我敢说最后一位 大家都恨之辱不误 哈喽大家好 我是快乐宁红军 一个集整国攻略为一体的原神博主 看请点赞 欧气满满 第一位 蒙德鸽子王小屁孩 提米 宣告罪名 恶人罪 告状罪 相信大家都有相同的体会 明明撒家只是在桥上散个步 六个弯 欣赏下美景 结果提米那胆小如鸟的笨鸽子 就莫名其妙被吓飞了 不仅如此 这小提米还开始讹人了 一口一个 你干嘛 个子都被你吓跑了 可恶 这瞧是你家的呀 就这一条路我不能走吗 难道要我下去游泳吗 年纪轻轻不学好 非得学大妈原地讹人 大妈这么多优点是看不到吗 哪怕学个必杀技 也能震慑住旅行者于千里之外了呀 更为甚者 这小提米居然还向她的修女妈妈告状 可恶呀 这让我以后还怎么在教堂混 我的爸爸老婆还怎么正眼瞧我 所以接下来宣判时刻 被告人提米 因其故意讹人 告状 依照蒙文章法律第9826章 第15673条 判处提米讹人罪 告状罪 合并执行 惩罚为 开始围棄一个月的每天吃鸽子肉的地狱试炼 第二位 语言学大师小屁孩 马斯克 说实话 光看他的名字 我甚至会以为 他是个能单手开特斯拉去火星的家伙 每次玩原神遇到这个任务 我都有想死的冲动 米哈游 你多给我几个高攀危险不行吗 两秒钟玩事多舒服 多潇洒 他们要的每次到这个任务 我都要花费很长时间 跟着这小家伙跑来跑去的 而且居然还要我和秋秋人交流 我真的酸Q了呀 小妹妹 你知不知道 撒家可是整天跟世界各地的秋秋人打群架的 如果他们有暗杀名单的话 那我一定排在第一位 我还跟他交流 我不被他们认出来打死就好了 你这是失格交流 但对撒家来说 那可是血的交流好吗 虽然我承认马斯克 你这小萝莉确实很可爱 但是大哥哥可真的受不了这种折腾了呀 所以下次 你再想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交流 另请高人吧 撒家真的是受够了 所以接下来 宣判失刻 被告人马斯克 因其没事找事 找秋秋人语言交流 严重占用旅行者门的时间 依照蒙德法律6892章 第25698条 判处马斯克 无视生非罪 惩罚为 剥夺他研究语言的权利 转而研究汽车火箭工程制造 第三位 语言神最黑心 最无耻商人 扎也为奇 宣告罪名 黑心罪 相信如果给这一位NPC判罪的话 那绝对没有任何人有意义 甚至还会拍手称快 开个香槟庆祝一下 这个商人 简直就是恶心人的典范 首先态度极为傲慢 像谁欠他两块钱一样 你看这对话 这语气 这就是他们要的把我当你的贴身保镖了呗 而且还是白嫖的保镖 其次 这货的任务有句话就可以完美的概括出来 出力不讨好 让我办个事吧 这要求贼拉拉的多 假如你完成了他的任务 但没按他的要求来 那完了 跟你一顿乱骂 直接一千摩拉打发你走 我寻思着 哪怕我当这几分钟的乞丐 赚的也比这多吧 行 那咱就按他要求来 这样总能给多点吧 结果五千摩拉不能再多了 我真的是酸Q极了呀 真想直接给他一顿胖揍 让他知道谁才是提瓦特大陆上真正的爷 我相信一天就能砍出一亿个却调出来 所以接下来 宣判时刻 被告人扎耶维奇 因其过于黑心傲慢 依照蒙德法律第9999章68000条 判处其黑心罪惩罚为 发配到曾言俱冤当矿工 期限为永远 好了 那你认同以上三位角色的判决吗 欢迎点赞留言哦